嗯,最喜欢的对局,狼人,打墨手,保持一个安全距离,Q我往后走就好了。 诶,我要咬你了,你注意一下啊,我真咬了,多转了一发平A,还可以,那他现在亏了,肯定想Q回来,我假装往前走,实则往后走。 这点小心思,还用猜吗?气势上就已经赢了,直接上去,打到底。 诶,我骗你了,三双旋徒可以了啊,你不要急眼啊,怎么回事,我先不来进草。 先A,等他出Q,我再咬个他那个,直接钻那圈,就是拿Q伞,往哪个方向伞,都是打不到我弟,开个激发宝,自己双周打出来了,我也是头一次见。 等落手回来,现在就形成了一个三一局势,那么什么是三一局势呢?就是三你打一击,不要拿想的Q我外签哦,你是做不到的。 不着急,恐惧线往后拉扯啊,把这个出血给脱掉,然后走上去AA,最后QA手下,哎呀,你说,这兵线还在往我这边推啊。 哎呀,你说,我那边蜘蛛在干什么呀,他不会要过来吧? 经过了数分钟的沉淀,落手也是到达了二级啊,非常的不容易。 稻草人竟然过来搅局,根据商量法则来说,先打帮忙的,有点不好Q到啊,这个落手绕不开。 哎,等等,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啊,落手,为稻草人卡住我的身位,实际上给我当跳板了啊, 再把两层流血拉掉,哎,你说,太惨了吧,这也。 最后来,给你个轻轻收尾,哎,你还不乐意接受,算了,A死你了。 呃,这下次回来不是5G的二级了,这还玩个懒子。 我估计落手是神之不清了,先开个加速,跟不上假装回头,然后再回头。 还真骗到了,其实要我说,这个反射弧是有点长了,空的抵消了。 Q技能马上好了,留一留,等他出Q的时候,再Q技内圈,OK,完美。 等等啊,这里插播一个信息啊,我看看这个文案啊,武功尽超大杯分量,满足兄弟们的所有幻想,快来评论区一起切磋吧。 OK,这是因为用了这一款产品才能,如此专注地击杀了这个落手玩家。 队友也是对我的行为,表示了震惊,六分钟是怎么杀死,落手四次,那我只能告诉你,你的见识太短浅了。 哎,不是,我操了,这种就是那个多了,我只能说,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点点节制的。 哎,没事,其实都在我的计划之中,送他一个,把我蓝muff存住,下次再回来收就好了。 怎么说,Q还是不Q?哦,好小子,学聪明了啊,知道会不会我钻那圈了,就不放Q了。 来,拉扯来,我今天125码的手,就是要拉扯你175码的手。 先把,先放过来吧,对面人都在下路,应该不会过来妨碍我。 再测试一下,往前跟,哎,骗Q,再往回拉扯。 这一次他往里一走,是猜的我用Q去吸附躲他的Q,但是我没那么干呢。 很可惜,你又失败了,要付出一次死亡的代价了。 不行哦,我真的不想吃你这个完全Q啊,这是脸面问题。 大招我突然也不是很想放啊,算了,还是给你A死吧,这大招,下不再用。 OK,现在还是过来的。 你好,哈哈,还过来给我这插个眼给你能的。 三层流血,不着急,往后拉,他会急的,OK。 诺手连招,EAWQ并不是B中技能。 最后,吸附Q跟闪收尾,不靠,虽然是把对面杀了,但是我怎么感觉,有点难受呢,代入了一下,真,太惨了吧。 感觉他操作没什么问题啊,但就是会变成这样啊,算了,我也不想跟他过手纠缠了,还是赶紧把这一把游戏过去吧,不折磨他了。 我说实话,是有点讨厌这个大招人了,他不让我怎么懦手啊,就一定要过来保一下,明明刚才已经把你那样给干掉了。 哎呀,杀不了了,这下全灰塔下了。 哎,不行,推一步越想越气,我私要跟这个懦手换了,凭什么不让我继续折磨他,快,把他干掉。 哎,行吧行吧,也不算特别亏。 没时间为我阵亡而上心了,现在登场的是,耀光加破剑者耀光的双重天津剑效果。 两个装备都可以被Q技能一个技能触发。 哎哎哎,我就Q你一下,你给我打出血怒来了,打出血怒就算了,还想追上来干死我啊,好事全让你想完了。 好了,在这里说一下明天居宇的更新频率非常之高,不管是想看对手受虐下饭用的,还是真正闪学技术的,都可以点一个关注。 当然了,能点的投币支持一下老狼人的话就更好了,非常之感谢。 啊,真是烦人的,又过来了,真的是,一点都不害怕吧,明明死了这么多次了,却还是要站,A底下就开个急跑。 好啊,那边站,直接恐惧结束后接个闪现。 啊,他手速慢,不能怪我呀,贴贴们,算了,给你体面,你还是不体面。 虽然是没必要,但是我想最后闪现躲个EQ必中的,那样看起来帅一点点。 终于把他打服了,直到输着等人了,我太感动了。 不着急,我们先打帮忙的,这个落手无所谓,我们开意。 诶,他在干嘛,看到没有,他在干嘛,看到没有,他在拉扯,好恐怖的拉扯呀,不行,我,我,我,哎呀,不行,这下,是真有点绷不住了啊,这个,真这么拉扯吗,可以的嘛。 落手一个人肯定也是活不了的,就算身后有防御他,也是无济于事。 先看看情况,不着急,破剑者的被动留存时间还是很长的,差不多了,再咬他一口,还不行,血量没到,再堆一下,看一下。 好了,ARQ刚好触发破剑者,秒杀。 玩具,纯纯玩具,真的,我这辈子打动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,如果前面没送塔那一次的话,估计还能见到更夸张的,比如说什么10级打2级都有可能。 好了,最后对面也是投降了,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 我是明天鞠鱼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,关注明天鞠鱼,谢谢,喵。